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呢 今天可能准备是非常直信的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如果发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slack上面找到fly.floy跟我做讨论 那么首先呢 来谈谈书本模式 注意到你对书本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其实呢 书本模式是关于我们如何让自己写的公平文件 能够像书本的目录一样有系统的整理起来 那这边这个简报呢 有三个连结 首先第一个连结稍后可以点下去打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使用hackmd的书本模式 第二个连结是有关于书本模式实际在半半学这个组织的使用案例 那么后面的两个hack folder呢 是关于补充的文件 那这个hack folder呢 hack folder 第二个是这个在早期hackmd还没有书本模式的时候 然后我们建议我们建议 我们建议我们去把你各个来源的文件整理在一起的一个 将试算表整理成一个有系统所影的书本模式的这个服务 所以这四个连结呢 那我们要欢迎你在我们的学习资料里面去找到它 把它打开来快速的浏览一下 那我们稍后一起来看看这一些文件 好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实际的案例 再来去阅读文件 这么做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书本模式是如何被人使用的 先打开第二个连结 就是有关于半半学这个线上的学习支援社群 使用书本模式来配证相关文件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那段学的文件书本模式 实际打开来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是一个所以 右边则是 所以的连结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左侧栏有一支笔 这边点下去 就可以看到 书本模式的样貌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许多的连结收集 对应到 左边的连结 也就是我们 方括号的文件 将被连结到 这一个HackMDID 那这个ID呢 就是 在我们文件的尾巴 非常串的 符号 就是 这样子 这么简单的一个设定 就可以完成 我们书本模式 最基本的连结 接着 我们要把书本模式 呈现出去 那方式呢 就是 在这一份文件 那头 去 让它 以书本模式的方线 去做呈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这份 书本模式文件的 分享按钮 点下去之后 发现到 原来它的设定 是书本模式 所以一旦 这个连结 设定为书本模式之后 我们去把它打开来 就会进入到 书本模式的 这一个页面 就是 这么样子 一个简单的 设定 以及呈现 好 那我们初步的 认识到 一个书本模式的使用 按钮之后 你可能会好奇 还有一些 你认识的规则 似乎在这个书本模式里头 不会使用它是正常的 因为这些符号都被程式设计师 做好了预设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号做分隔 那看到左边似乎是一个分隔线 那么又在三个简号都分隔 可以看到原来左边是一个收合可以收合的分隔线 再来 还有 在这个三个简号上面呢 就是这个收合标题的主题 所以呢 这么简单的一个左右对照的逻辑 就让你学会了 如何去让 左边再书本模式栏位 是可以做收合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近的 进阶的其他使用方式 我们可以来打开我们的文件连结 也就是HKMB官方的说明文件 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书本模式 那这是一个提供步骤 以及实际操作 还有这个动画截图 的一个丰富的多媒体说明文件 可以来帮助我们去确认自己刚才的猜测 是不是正确的 在我们快速的浏览过之后 还可以发现有一些特殊的语法 像是在连结最后加上 target 在于底线blank 那 这么样的设定可以帮助我们 像打开连结的时候 去另外打开 而不是在原来的页面打开 就是这个HTML的语法 如果你想知道其他的常见功能的话 这个文件也告诉你有这么一些的常见功能 以及你想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教学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附上这个tutorial的相关文件 那你还好奇更多的使用方式或有相关疑问 你可以在ikmd这个官方文件留言 或许这个开发者就会给你做诡议 那当然也欢迎直接找到fly 你可以看到一份网络的困底文件 是可以如此的有互动性丰富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碰到问题就放着 而是可以把它丢出来与社群一起讨论 这个社群呢 就是所有跟你做的同样事情的人 你也可以到G0V的slack与大家讨论 各个地方你都适合尝试丢出你的问题 相信在某个时间某个角落某个空间 会有人参与你 与你一起共同解决问题 加油 接着我们会再来看 其他有关于书本模式的一些相关讯息 接着我们来看到书本模式的期待方案 我们来进入这个第四个连结 这个是有关于真的假的这个专案 如何去收集所有的连结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连结是不是刚才 所以很像呢 可以看到这边也有一个铅笔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铅笔点下去之后 是一个Google sheet的连结收集页面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backboard的呢 它有一个可以把一个公开的Google sheet连结 转换成书本模式的一个服务 所以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你把这个Google sheet提供 作为要我们手机连结的一个 资料索引页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它转换成书本模式 而且不限于在HackMD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规则 包括链接、标题、选项以及标签 在这一些注记前面加个警示号成为了具有功能性的意义 而在悬箱中的blank 就如同刚才HackMD的使用新的页面打开 一样的注记 我们写在这个栏位 Expand的展开 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被用于展开底下细部连结的功能 若你也想要知道具体的pack4的操作模式的时候 建议我们一样是找到了Google去做 帮忙 我们找到了HackFolder的使用方式 也就是BetaHackFolder.org这个网站 那我们上面就可以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使用说明 但由于HackFolder是比较早期的服务 所以呢 建议我们使用的是可以迁入Google Sheet的这一个管道 而不是用根本的 好的 以上呢 以上呢就是有关于书本模式的补充 接着这个二个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书的模式 到底是如何让我们选择 更方便的找到它的资源去规短去正义 所以我们来看到班班学的这一份速度模式文件 它收集了哪些类型的文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文件呢 它被当作为一个入口网站 让你参与的成员呢 是方便的去收到 关于班班学这一个社群的相关资讯 包括在这个大标题底下有一个注记 所以呢这个注记呢 是不会显示在这个书本模式的测边栏的 那班学活动呢 告诉我们这一份书本模式文件 作为一个入口网站呢 这个班学活动就说明了 关于这个社群活动的一些来龙去脉 提协助参与者分阶段的去参与 发发发想自己的想要分享的内容 以及根换中的活动 跟准备好要来分享的内容 那也提供了这一份 我们要引导一个社群 去采与自己关心的事情的时候 该如何做 那有一些相关的技术建议 以及推广建议 也都被收集在这边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归档 在过去的两年间 办办学秩序有许多的累积 有氛围特定以及常态的主题 那另外有一些专案 也被整理在这一份共评里面 让大家知道 办办学有哪些代表性的专案 最后也收集整理的一些资源 那么以上就是办办学使用书本模式 来呈现这一个计划的升官内容 接着你也可以思考看看 关于你的专案 你想要传达怎么样的资讯 给你的浏览者呢 站在浏览者的角度 来去思考如何完善你的书本模式稳健吧 借着我们来看到 JV Hackersome的书本模式 是如何去使用的 这些我们一样可以打开这个连结 来看到第45次的JV Hackersome 是如何去出现一次 JV Hackersome需要的相关文件 我们进入编辑页面 可以看到这一个的表单 就是HeckMD这个Head Folder 预设使用的Sheet 可以看到虽然没有Google Sheet 怎么样的线带 但是它的功能也是应有尽有 包括刚才我们在Google Sheet上面看到的连结 以及它的表头 那收集了一次的hypersone所需要的相关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第一个标签 也就是一个landing page 我们参加活动的人们 应该知道哪些讯息 就在这个第一个页圈 一次的让使用者可以看到 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 三个字的关键字自我介绍 这个是G20V在成员们 介绍自己的一个很有特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键字自我介绍 在疫情期间被线上画的成员呢 可以进到一个页面去录制自己的自我介绍 那这份文件呢 也提供了英语版本的说明 所以大家在思考自己的文件是否提供双语 让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能看到你的专案 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明文件里 附上了截图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去了解 你所说的操作是如何在荧幕上面的一个流程 以及步骤也帮助我们让 阅读文件的人特别是操作文件的人 可以移序的让我们去完成 所想要打成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共笔 用了标签丰富的颜色 让我们可以去快速的了解到这个标题 它的一个用意像是松前哈拉 标了来聊聊吧 让我们呢忍不住的想要点下去 去认识一下什么叫做松前哈拉 到底可以了解什么 原来啊是这个泰克松之前 一个晚上军林里常常会 让我们想要事先有一个小聚的一个活动 松前哈拉 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 包括流程以及受责 都是一个摄取活动很重要的文件 特别是让从来不认识这个摄取活动的人 了解到有怎么样的活动流程 以及怎么样的规则 重头系提案流程 也告诉我们一个状案 有什么样的纸状案 那这些在这个大型哈拉松的里面的这些纸状案 有什么样稀奇古怪的资讯 你身为一个参与者 可以自足地去阅读看看 也帮助自己在编写专案文件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清楚的表达 也练习如何去找到适合的人来帮助你 一起度过这一个你想做的事情的漫长旅程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主题以外 我们也注尽了专案授权 好让人们去跟你合作 那以及勾笔 还有其他关键词 等让人们快速认识你专案的一个方式 还有其他的相关工具 要欢迎试图去多加探索 以上就是有关于 这里面哈拉松的书本模式 有个去收集一个大型活动相关资源的 快速探索 希望你可以有一些学习 碰到问题 也欢迎在社群里面听出来 跟大家多多讨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